雇佣者的作词人是一个靠癌成功的女孩 她确实是真正的雇佣者 一直在坚强的与并魔斗争 想见她的梦想是 希望偶像陈一迅可以唱她写的歌 当时全民发起了陈一迅爱心接力活动 陈一迅承诺以后有机会一定会为她唱首歌 靠癌成功后的她 歌词多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生命的热爱 最后终于实现自己的心愿 和陈一迅合作 她告诉每一个人 不管是孤独也好 绝望也罢 就算污泥满身 衣裳破烂 清单如我们 依然能够成为战胜自己内心的英雄